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望向早晨》的时间 今天是2020年12月21日星期一的早上时间 今次有我许刘山,还有小白红社长贝窩俠,Raymond Wong 大家好 还有我们《望向早晨》的铁胆加拿大,加秦生 各位网友好 请记得点赞我们的影片,留下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的YouTube频道 正向报曬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好,今次回来讲一下什么呢? 就是这个加秦生写的题 就是小黄DNA发作 什么叫小黄DNA发作呢? 就是这帮黄友,所谓的手足 表面上他们那时候推崇的三不政策 不切割、不督灰、不批评 但他们好像忽略了一件事 他没有说过不耐斗 是吗?加秦生 是 其实就是这个《生果日报》、《毒果》 是很奇怪 十几个钟前呢 就竟然去报导 就说 我们访问了两个在台湾流亡的手足 就说自己是这个流亡手足 就说他们开始去了台湾 然后流亡到英国的故事 流亡手足的故事 他就说有两位这些所谓的黑衣魔手足 一个叫阿峰 另一个叫大胃 这两个人原本都是前线的 就是扔过汽水油多胆治的人 那些人 就说自从有一天警察找到上门 之后他就开始害怕了 于是就说不行了 他又说要马上离开香港 但是匆忙得罪 没想到流亡计划 那将就去到台湾 就去了台湾 但是当去到台湾之后 他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真相 是怎样呢 就是小龙DNA 小王DNA就发作 原来他们那些手足 这些黑衣魔 是不停地内斗的 那内斗的情况有多激烈呢 他就没有说 只是说了几句话 简单地说 一天起码有六单香港人 被香港人被手足 就是香港人举报香港人 非法居留台湾的事件 哇 就是有很多手足被人举报 他们是黑工啊 他们是黑居民啊 然后就要递戒回香港 就是看你不顺眼 你来到或者 就是他们那种 BCC经常在节目所说 六个人吃一盒叉烧饭那种精神 原来是假的 对吧 大家说什么流亡啊 又说什么 又说什么 去到台湾什么落脚啊 又说什么 原来全部 我们听到一件事 刚才嘉敦先生说了 斗举报说你是非法居留 咦? 你们不是说到 一去到就会庇护你的吗? 还说呢 会收到你们的 不说 不说这些 收到的那些 究竟去哪里 不会说我们要保护他 那些 原来呢 可以这样举报 非法居留 是什么 那刚才嘉敦先生所说 就是说 简单来说 一天里面有六单 就是基本上有六单 是这样的 香港人举报香港人 其实一打 人家一听 我们讲国语呢 一听就知道你的口音 就知道你 是哦 又是你们 自己都灰自己 哦 action 这些应该都中的了 那这两个谋理呢 就说 如果要在台湾拿到这个合法居留权呢 他们就发现到一样东西了 基本盘 你要读书呢 就四年了 再加上呢 五年的工作呢 这个就是要做一份工五年了 就是你要 你可以转工的 但是转工的时间 也都不可以太久 那就才可以留在台湾 那这两个人都挺好笑的哦 是吧 你又想得到 但是又不愿意付出 又说 哎呀期间太多变数了 是吧 跟着呢 就 就撇了了 就离开台湾了 喂 如果叫你读书 又叫你做一下东西 那有什么太多变数呢 是吧 你这样都支持不了的话 可能他根本读书不行 是 即是怎样呢 只是投责 首先 我不知道学费多少 可能他们没有钱交学费 而且你读书 你一定要pass的 是吧 是 如果当你pass到 你才可以继续读下去 可能根本读书是不行的 哇 一进去 野鸡大学都入不了 那他怎么办 没办法入的 钱那方面呢 就不用担心 喂 有个名字嘛 千里巴妈嘛 杰斯搞的 千里巴妈 现在都 小里巴妈 变了 被警察捉了 即是这些所谓的帮不了这些人 又说什么配对 你捐二千五 就帮到这些人 我可以说一点 如果一般那些大学 施立大学来计 都要大概 八万港元以内 一年的话 你连那些住宿舍 加上那些读书的费用 有时候有些少少集费的 八万至十万之内 应该都OK的 那没算生活费 那就自己搞了 那觉得自己不行啊 还是怎么样 可能又接受不了 人工低啊 还是怎么样 后来又撇了 说离开台湾 因为内斗太夸张 加上又读不到 可能怕自己 千里巴妈 你又帮不了 他说 改去香港昔日的宗主国 是啊 那就去到英国 那他当初 为什么会去英国呢 就是因为 就是英国 就说了 我会向这个BNO 提高BNO BNO人 就提供五年居留许可 五年之后 你就可以申请定居 再住一年 就可以申请成为英国公民 五加一 大家都知道 那当时是举世宽腾 但是对于这两条贸理去到 是没有任何意义 为什么 原来这两个人 基本上 现在在英国 和他一样的 所谓黑衣魔 黑衣人 就有150人 这150人是没有BNO的 因为他们是1997年之后出生 他的父母是内地人来到香港 即是新移民 1997年之后的新移民 是没有拿到BNO 但是自己又去扔汽水 游多胆子 成为黑衣魔 太害怕 才走到英国 是没有BNO的人 而这帮人 这帮人 一共只有150人 暂时 没有想象中 说到这么夸张 对吗 即是有些又说 我今天收两件 还是怎么样 又好像 门生 那些 即是有些 过去英国 那些黄色的团体 又说到 很帮当地的手足 但是这些好像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可以再说一下 这两个人 其中一个 阿峰 曾经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 用难民身份留下 不过他再研究一下 英国的难民申请之后 哎呀 唯有打烧这个念头 愚梦初醒 罗冠宗那么容易 许智峰又可以的 为什么我不行的 又说兄弟 又说手足齐上齐落 为什么他都说我不行的 咦 我们不是同等的吗 接着说 在英国申请政治的 政治庇护的成功率 原来只得8% 还要比加拿大等等的西方国家 明显还要偏低 加上自己是一个 无知名度的勇武派抗争者 所以申请机会 简直低到不得了 跟着他自己都说了 其实英国不喜欢 这些上前线的抗争者 我们都说过很多次了 还画到这些人 好像很英雄化 一哥都说了 英雄化了这些人 以为这样就很有型 就算你是这个和理非 英国政府都会拖很久才会審核的 因为英国是不会按申请的先后次序 是按知名度 你没有啊 是 你没有光环 你不是西门井 你不是黄俊茂 那些什么831翻生的 相当之难 有人呢 可以两三个月就搞定 但是呢 这一种呢 是需要很多时间去審核 就是他说他们那一类呢 就要很多时间去審核 至少啊 起码都是一年啊 哇 真的 踢爆了这些呢 就是因为你没有知名度啊 又没有人认识那些呢 就不帮你搞 我也不知道你哪个 其实呢 因为肯定 不知道你过去究竟在做什么 你连Facebook打卡都没有 怎么证明你呢 你以为你自己是罗冠冲 去到英国才知道原来自己是富川洞 你是一棵冲而已 街市买菜 买一斤菜搭那两条冲而已 即是怎样呢 可有可无 是吧 给你就要 不要就拼在一边 就是这样 你都是阿冲 不过是一棵卖剩的冲 真的是 在街市的地下跌到地 你还要被人踩多两脚 陷害阿婆 还要说粗口骂你的一棵冲而已 那跟着再继续讲一下 就 哇 都相当悲 哇 相当悲凉 那感觉 真的很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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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就好像咳嗲底毛那样 可有可无 是 連保暖的功能都没有 就是影响而容 现在女士来说 哈哈哈 剃之而厚快 是 在台湾那里 根本 就是 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 这些黑衣帽是 剃底毛 是 就是 看着就是 眼睛 尤其是实际作用 是没有的 就是 看到 咦 有剃底毛啊 剃了去 就是 就是 可有可无 真的好 要继续说 他们流亡 英国的抗争者 受功了 抗什么争 你做了 你做了这个 就是 哎 就是 沙石都不如 都照样申请 这个 政治庇护 用这个 叫做 难民 什么 代批准的 合法身份 暂时留在英国 就是 有些像在香港 什么行街市 接着要讲一下 但是根据 这个叫做 国际难民公约 如果难民 在多个国家 辰转申请 这个政治庇护的话 值此 去挑选最佳的避难国 将会 降低了 下一个国家 申请政治庇护的成功机会 那么 他们说 部分的流亡抗争者 都权衡过利弊之后 决定 都是到 英国以外的西方国家 继续寻求流亡机会 哦 那真是惨了 人球来的 这簡直 黄球 这些 是吧 这里又说不行 因为我没有光环 哦 有些不是说庇护我的吗 是吧 那些 我们都说过了 香港的立法会那些 穿着西装打胎的禽兽 有了 那些所谓的叫做政客 又说什么 要保护香港啊 有Stand with Hong Kong啊 是吧 喂 去到哪儿了 香港监察 来到英国了哦 你不看下我 眼尾都不愁下你们啊 是吧 你什么 你说你扔过 你说你上过前线 有没有证据啊 个个都说上前线 啊 根据黑露之说 你们是不是鬼来的 嗯 那个 那个美国参议员 都不肯收留这帮人啊 喂 你们说的嘛 你又是你 是咯 不是 他们是不是拍了一些照片出来的呢 如果我在那个英国那里 我 砰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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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得很爽的嗎? 是啊,自由空氣 不過沒有飯吃是否可以先練呢? 用空氣來先練呢? 食光食氣嘛,這些叫做 真的有的,真的有的 這個叫做光時 就是這樣來的 食光,食光大的你 那要說說 你這些傻佬 說到自由的空氣 你現在來到這裡 沒有警暴 民主國家 那不是應該很開心的嗎? 那個BB蛋劉康還說的 太陽照常升起 很開心 有些人說 逼到你一定要走 那些我們昨天的 《芒昌集》那裡一節都說了 完全沒有去過英國的一家人 都說因為香港的問題 沒有去過都要馬上過去 全家人都搬過去 這個我真的寫個 這個服製 那繼續了 為了繼續留在英國 這個阿楓 每隔六個月就要更新 他的旅遊簽證一次 原來要花費 都要成兩千磅 都相當多了 兩千磅? 他不是說自己不夠這些錢 申請簽證的嗎? 到期的嗎? 或者沒有錢的 就馬上眾籌 多謝 有人還叫他找 星期三得到的幫忙 然後他開了個帳號 很快就籌到這筆錢 就讓他繼續搞這個簽證 他繼續說 經濟相當結局 巨大的負擔 跟這個流亡台灣的香港抗爭者相比 流亡英國呢 他們能夠得到關注和援助 就更加少了 喂!你不去黑池? 整個香港城在等你去 幫忙建設香港城 起碼有餐飯吃 有食無公也好 是不是? 有食無公 這麼無兩 這個 這個蔣必文 我斬你 你這個蔥山 那我相信這個 等於這樣 他們說 pasta燒雞吃到吐 星期三得到那邊 你過去起碼 你不吃嗎?我吃啊 我沒有飯吃 很開心的了 有pasta有燒雞 他們現在慘了 跟著 他說 剛才 他們 曾經 都短暫投靠過 支持香港運動的英國人 不過呢 他們都知道了 都不能夠幫他們一輩子 那即時呢 喂!可能呢 一開頭的跟你擁抱 跟著就welcome 跟著呢 一個月之後 就給你們臉色 單打一下你 咦?你還在那裡? 我出去先啦 我出去上班啦 你們繼續在那裡 說這些單打 你令人很難受 他說曾經也做過黑工的 但是現在呢 這個十九個問題 令到失業率都繼續攀升 而且呢 其實呢 都會先請黑人 還有啦 Sorry 應該是 請黑工 多數都是請中國人 還有 要用他們最不喜歡用的東西 等一下 他們不是中國人嗎? 香港是假的 他們穿著那個 人家問你是不是中國人 他就說不是 我們是香港假的 你沒有什麼 剛剛字典都有 對 香港的假仔 香港假 ER 不好意思 我又取笑人家 不要緊 真的過分 有一個位呢 他們過不了這一關 他們可能連不吃飯 我們吃空氣都要有這個堅持 他們一定要看要用微信 對呀 我們都是用微信的 是呀 我們都有用的 我認識很多黃人 不要說黃的 我認識很多朋友 他們說我們很黃的 但是他們都用微信的 現在他們叫點心都用微信 是呀 他說你來這裡做黑工也好 要先看你的微信 要先查到你的微信 才可以給你 哎呀 我們沒有用微信 所以不能申請 他說唯有現在 上網學習一些新的技能 還有 希望你靠自己 一己之力 開拓這個收入的來源 你上網開拓到什麼呢 Patreon 沒有人認識你呀 兩個 是吧 有的Patreon 出了現在 有人報道他們 可能下一個他們就說 我是那個阿風仔 不是黃之鋒 我是那個蘋果蜂 這個是我的Patreon 這個是收入來源 哦 這樣 那你在網上有什麼新技能呢 你在台灣 你在台灣講國語 然後說讀書你都讀什麼 在你網上可以學到什麼呢 我真的不知道 在網上說我學裝修 人家這樣裝修 我又這樣裝修 喂 行不行啊 嗯 我真的不明白可以開拓什麼新的收入 我想他可以改個名字 叫英之鋒 英之鋒 英之鋒 英國的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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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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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我們繼續講一下 這條矯好了 是啊 不過這樣啊 你說他吃燒雞pasta 吃到嚴重了 不過現在就是聖誕節了 聖誕節呢 在英國有一些特色食品 就是火雞 嗯 可以吃火雞 不過如果吃不起火雞 買兩條火雞頸吃一下就頂住 毛孟直都吃不起他们,很惨啊,过去黑池找星期三得到 接着又说,这里的东西数一数二这么难吃,只好自己煮饭 周不时都会想起香港的烧美,这次不帮吃老美 老实说,那家出名,你去唐人街旺记都不要你,那你就很麻烦了 自己买一只鸭来烧,在英国,英尺鸭不是很贵 他当了自己好像李小龙的精武门 然后被师傅赶了出去之后,就在一个庙里烧鸡还是烧鸭吃 他当了自己,然后另一个跟阿峰一起住的大胃仔 说我现在非常之挂着家人,哎呀,又说这样,又说怎么样 哎呀,有个好兄弟就从小一起玩到大,最近跟他说,哎呀,我要做老豆了 你回不回来做老豆,做这个我儿子的契事啊 然后说,我都想啊,但是没办法了,你们这些选择的嘛,是吧 你不问一下你的朋友,喂,为什么你这么没有自由,警察国家里 继续这些生的小孩,你害死他呀,快点带他走啦 喂,你不说这些,是吧,你现在想跟他说,很想回去? 你问一下那个时候,谁叫你出去呢? 叫他出来做这些事情,你是不是后悔先,是吧? 跟着呢,自由的空气底下,文明的国度,他们竟然,生活是这样 其实应该不是很差,英国生活 说真的,你说这些东西难吃,不要坦白说,你自己马死落地走的这个世界,是吧? 是 你在那儿怨天游人,没什么意义,我觉得 如果你已经走到这一步,你这样怨,其实想怎样?想黑? 好心啦,福心啦,那些? 施舍个发财钱啦,喂,那些? 哦,我上网学会怎样做烧米啦,做虾饺啦 我想在那儿开个虾饺店,让他在香港来的朋友都可以吃到香港的味道啊,是吧? 扬州炒饭啦,喂,你别傻啦,喂,写真说实了 喂,你说要自由的空气,要没有警暴,是吧?又没有暴政 你来到英国了,那你还怨什么呢?是不是? 吃又要吃得好,又要没有暴政,那就要怎样啊?你都玩完了,你 跟着呢,又说,哦,就是为什么这么惨呢? 英国的天气呢,真的比香港冷得好很多啊 又说呢,有时候呢,房间的暖炉坏了,唯有穿多几件衣服保暖啊 褲子都要穿多几个啊,一切呢,就... 就是这样的啦,你说为了自由的空气,什么都可以嘛 批薯仔,扎薯仔都OK嘛,那现在吵什么呢?是吗? 没有都很怨的哦,你说要自由的空气,什么都值得的嘛 他说本来呢,就和几个香港的年轻人呢,一起租了一间廉价的Airbnb 但是呢,房东加租之后呢,就唯有搬走了,转转间呢,都住过好那几个地点了 为了减低的开支,都尽量减少外出,留在家中的煮饭啊 靠着微博的收入,的积蓄呢,就导日 那么一年之后呢,撕下撕下呢,都锁静无击啦 到这个时候呢,他都没醒哦,但是没有后悔过参加这一场所谓的暴动啊 如果当日呢,如果当日没有出过来,那我就一定后悔一世了 哦,那你继续在那里呢,是不是? 你继续在那里捱冬啦 没什么的,什么时候风湿咯,英国这样 不知啦 如果不是很容易风湿的 哦,跟着他又继续哦,又说听到那些人说 要什么继续打国际线呢,觉得很开心哦 关你什么事呢,人家打完国际线,钱带到自己的袋 哎,就是啦,跟着我还说在网路上发表这个抗争文宣啊,哇,很开心到不得了啊 还有呢,你还有份是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哎,跟着呢,就更好笑,跟着又说,哎呀,很多人打算离开 离开香港啊,还是怎样啊,跟着说,我们不会批评那些想离开香港的人啊 只要他们呢,记住抗争的初冲就可以了 喂,你离开到香港这么折舵在英国,你跟我说 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想离开香港的人呢,其实,是吧 跟着还好笑啊,喂,自己呢,都搞不定啊 还说,见到很多人来到英国之后啊,又要做回这个港猪啊,觉得很可惜哦 哦,即是怎样啊,移民到来的时候,最继续要在家挂着光时的旗啊,是吧 即是,他现在唯一剩下的呢,就是说,我有骨气过你们,我怎么都不会回香港的 虽然我空,但是我很有骨气的 即是,应该说,我虽然是个黑工,我没有BNO,我很有骨气 人家,自不穷啊 你们那个拿着BNO,回去做港猪啊,你们 即是,他现在唯一剩下的就是这一点点自己骗自己了 很可怜啊 啊Q,精神加孔月己那些,是吧 是啊 我没有BNO,但是我光荣过你 是啊 真的,这些真是被我做到这一刻都不醒 尤其是他那句 我啊,绝对不是被持BNO的港猪啊,用完即期的好骨气 我一定不是,我有骨气的 嗯,其实你是很介意被人这样说 是啊,他觉得自己突破了一个保险套 是吧 是啊 冻穿了他,撕破了他 哎,即是呢,去到这样的位都没醒呢 那你继续享受这个叫做自由的空气啦 是吧 是啊 嗯,那就无 bend 其实他现在回香港都没事的 没事的,无是的,无后说要捡控他什么 或者逮捕他什么 是吧 可以重新来过的 他们那么年轻 我相信他很年轻而已,是不是 是的 1997年之后出世 都20多岁 滴崖 如果你真的做了错事被人拘捕 顶佬就七八年了 十年了 你回出来还可以做 比现在更好 不过他们不去投靠那些有光环的那些 还有间接地踢爆那些避风液那些 完全没有 这两只苦海沽疮 你应该要展开你的避风液 去找他们避风党雨呢 是吧 要找一下黄台仰他们 说喂 扔我过去 我走去德国难民营没问题 是不是需要呢 还是去英国难民营呢 那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好了 那我们暂时来这里先 好吗 看看那些黄人对于这一篇有什么说法呢 我们看看 又后再跟大家跟进一下 好吗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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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